汪同和真的是误国清流吗 一提起汪同和 可能很多人的印象就是四个字 清流误国 但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其实这种观点的流行 可能是受了电视剧《走向共和》的影响 在《走向共和》中 汪同和为了跟李鸿章的私院 不惜苛扣北洋水师换军舰买炮弹的钱 可转手却又为了一己私利 被南洋奸商骗走了几十万国库存银 甲午战争爆发 汪同和面对李鸿章对时局的分析 置若网闻一力主战 遭致惨败后却又让李鸿章背锅 宫亲王死前对励志变法为新的光绪帝说 想变法就绝对不能再用汪同和 就这样 汪同和最终被光绪帝下诏罢免 开缺回击永不续用 当然了 《走向共和》那绝对是一部好剧 但如果就此说历史上的汪同和 他就是一个只会喊口号扣帽子泼脏水 但又百无一用的误国书生 显然又不太符合历史真实 第一 汪同和与李鸿章有仇 这个是真的 简单来说 就是当年李鸿章一纸六百字的奏折 把汪同和的哥哥 汪同书发配到了新疆 顺带着还把他的爸爸汪心存气死了 具体的咱不再赘述了 第二个 汪同和苛扣军费 这个也是真的 他几乎停掉了大清朝所有省份 所有部门购置外国枪炮的经费 原因也很简单 户部没钱了 1885年 慈禧下令重建南海中海北海 1888年 光绪帝为慈禧修筑颐和园养老 1889年 光绪帝大婚 排场极尽奢华 几番折腾下来 户部早已是一分不胜 但即便如此 汪同和也影响不到北洋水市的经费 为什么呢 因为海军的军费根本不从户部出 而是走海军衙门的仗 海军衙门于1885年建立 由纯秦王一轩负总责 庆郡王一匡 直立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 而一轩一匡二人大多座甩手掌柜 所以实权被李鸿章把持 李鸿章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 到处抠钱 据为己有 十年间 总共为北洋水市筹集了超过2000万两的军费 更不用说李鸿章的怀军 到底私藏了多么丰厚的小金库 而这些钱都与翁同和无关 第三 甲午战争中翁同和确实是主战 但问题是 他主战并不是为了和李鸿章唱对台戏 而是清流本色所致 不愿屈从于窝贼而已 且多年来 李鸿章多次鼓吹北洋水市实力 翁同和乃一届文人 并不偿于军事 所以对李鸿章的北洋水市的战力颇为自信 这才有了主战的观点 而且说翁同和是清流 这个没错 但如果你说翁同和他是一个盲目自大 拒绝学习西方的老顽固 这话也有失偏颇 翁同和曾借着自己帝师的身份 多次给光绪帝承送西学著作 打开了光绪帝的视野 他还曾支持盛宣淮办理中国通商银行 并拨银100万两作为启动资金 康梁维新的主张 也是翁同和最先推荐给光绪帝 他在维新变法初期 还极力支持康有为提出的诸相变法主张 并为光绪帝代拟了明定国事照 第四 关于翁同和被罢免的问题 这个翁同和 他并不是光绪帝听从公亲王的临终嘱托 在戊须变法之前下诏罢免的 而是在变法开始之后的第四天才被罢免 对于翁同和被罢官的原因 即便在学界 目前也是莫衷一世 我个人梳理了一下 大概有这么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就是翁同和办事不力 主要是在甲午战争的善后事 以上出了一些纰漏 甲午战争战败后 翁同和作为户部尚书 要负责筹集战争的巨额赔款 他的办法是借洋债和发行股票 但这两种办法都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还引得朝野宣腾 这让光绪帝十分不满 第二种观点 是说翁同和 因为在与光绪帝的交流之中 喜怒行于色 还故意以骨功众臣自居 一方面 他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 在看到康有为得宠后 又开始在光绪帝面前 指责康有为居心叵测 甚至康熙帝 向他所阅康有为的著作史 他不仅不予提供 而且言辞非常激烈 另一方面 翁同和故意以骨功大臣自居 说光绪和慈禧是孤儿寡母 都要靠他一力扶持 并把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 甩锅给慈禧 认定他修园子 花费不菲 由此 翁同和不仅得罪了光绪帝 更得罪了慈禧 但光绪帝即便很愤怒 但碍于几十年的师生情义 也只是下令罢官 并令其开缺回击 但光绪帝做出这样的决策 势必也是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否则这么大的人事安排 不会无缘无故的被通过 可见慈禧对汪同和也有积怨 直到戊戌政变之后 光绪帝被囚 慈禧重新训政 又迁怒于汪同和 才下令革职 永不续用 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总的来说 汪同和算不得一个能臣 他无法在晚清危急的形势下 独当一面 也无法帮助光绪帝真正夺回皇权 但他也绝不是一个迂腐的顽固者 作为清流 他具备中国传统师大夫的典型人格 出言劝谏 不畏强权 面对外敌 一地主战 深处聚变中 也绝不是死守救学 而是试图了解西学 开眼看世界 并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 我们对汪同和的认识 也要摆脱影视剧的影响 重回客观的视角